从2023年7月开始,电梯与自动扶梯维修领域的员工基本薪金将在渐进式薪金模式下连续6年调高,每年平均增幅介于4%到9% 同样从后年起,符合条件的工友也将获得最少相当于一个月基本薪金的花红 电梯与自动扶梯维修业劳资政事务小组公布新一轮报告,宣布将自动扶梯维修员工也纳入渐进式薪金模式 让他们和电梯维修员共同享有逐步上调的薪金福利 以刚入行的电梯与自动扶梯维修助手为例,所领取的月薪将从2022年的1850元上调到2028年的3000元,涨幅超过六成 报告也建议,从2023年1月开始,强制为符合条件的员工发放年度奖金,以吸引和留住员工 预料将有大约1300名员工在这个计划下受惠 政府已经接受了小组的建议